Gio跟Chris終於脫離Minecraft化的命運了 好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 Switch版本的惡靈古堡起源 精選中文版 聽到中文版感覺就非常開心 因為以前小時候在玩這個惡靈古堡的初代啊 它的文字我們都是看不懂的 不過也忘記那個時候是跟誰 或者是看什麼樣的雜誌 去了解到這個遊戲的劇情 對這個劇情在當時啦 大致上都是蠻了解的 那麼裡面呢 總共包含惡靈古堡最初代 跟惡靈古堡零兩個代數 惡靈古堡的初代呢 在這邊還是需要使用下載的方式來取得 所以會稍微麻煩一點 我個人真的覺得 這種一片數位一片實體的操作方式 有時候講真的 忍不住想要發一點牢騷 抱怨一下 那惡靈古堡初代呢 其實是我在國中的時期用SS 就是沙騰這台主機的時候玩的 當初在玩的時候呢 其實覺得他算一款蠻經典的恐怖遊戲 因為在當初 真的覺得他的遊戲內容 會讓人覺得有點驚悚 而且是在殭屍那種轉身啊 或者突然從櫃子掉出來的感覺 就會覺得這款遊戲 真的有一種緊張恐怖刺激的感覺 再加上呢 因為國中的時候啊 大部分都會躲在房間有沒有 偷偷的玩遊戲 所以呢 在這個夜深人靜之下 整個氣氛就更加詭異了 不過到長大之後啦 講真的喔 已經覺得他這款恐怖遊戲 並不是那麼恐怖了 但是呢 隨之取代就是 小時候覺得解謎的部分沒有那麼的麻煩 但長大之後呢 怎麼覺得解謎的部分好像越來越麻煩 而且越來越需要動動腦筋了 可能是因為長大之後啦 膽量變大了 但是呢 反應卻變遲鈍了 這次的惡靈古堡初代重製版啊 其實又被笑稱為重製版中的重製版 在畫面當中 其實真的有相當大的進步 其實大家從遊戲的畫面中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啊 跟當初所在玩的 真的是相差非常的大 遊戲當中呢 其實在場景啊 包括一些視角的改變啊 動畫啦 也都全部有重新繪製 整個場景會變得跟初代在玩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而且起初啊 那我自己在玩的時候覺得 欸 這邊不是沒有路可以走嗎 怎麼現在有多的路可以走呢 最為明顯的就是剛開始 殭屍會轉頭的這一幕經典畫面 因為在殭屍轉頭這個小場景喔 左手邊其實是沒有路可以走的 最初期的版本啊 因為非常久沒有玩了 所以也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剛好呢 我有一台PS MINI 所以呢 就把這個PS MINI給拿出來 稍微試玩了一下 而且只玩了前頭這一段而已喔 就發現到非常多的差異 第一個當然就是畫面啦 這個畫面喔 一格一格的 連老婆大人看到都說 你這聲音很恐怖耶 不過你的畫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長很像Minecraft那種東西一樣 一格一格的 整個畫面就很糟糕 再來呢就是進到遊戲裡面開始在走這個劇情的時候啊 其實有很多的視角 包括整個連屋頂的那個高度喔 跟人物的比例啊 完全都不太一樣 那進到某些場景之後呢 還會發現 他的劇情的表現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像是在重製的版本裡面啊 初期被射爆頭的那隻殭屍呢 他的頭就並沒有爆掉 可是呢在初代的 實際原汁原味版的初代呢 就有把他的頭給射爆掉喔 因為有玩了PS MINI的舊款版本 所以呢再度確認了一下 在那個回眸一笑的殭屍左邊呢 是真的沒有那一條路的 也就是說呢在重製版當中啦 雖然說要給我們玩一下經典的初代惡靈古堡 但在這個惡靈古堡當中喔 整間洋房喔 已經有配遊戲的製作團隊給稍微動了手腳 改變一下他們的風水地理位置了 整體呢玩起來也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解謎起來相信也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要素在裡面 這一次的惡靈古堡起源精選集當中呢 其實在惡靈古堡初代啦 他就是需要下載的數位版本 總共呢需要的容量有17GB 要下載時間其實蠻長的 建議在睡覺之前呢可以把它掛著下載 睡完之後呢就可以進行遊戲 不是啦睡完之後要先去上班跟上課 這一款遊戲呢其實在中文化之後 整個玩起來也可以讓整個劇情喔 更加融入一點 像現在其實已經比較少會花時間去 爬一些攻略啦甚至是一些網路上面的翻譯劇情文章等等的 中文化之下呢整個玩起來就會變得更加流暢 包括在遊戲裡面啊以前其實拿到那些什麼說明書啊 什麼手冊之類的啊其實完全都是看不懂的 就是快速翻頁跳過而已 可是現在中文化的版本之下呢 其實也可以看懂它裡面所有的內容 依照裡面的內容呢再去用一些簡單的邏輯思考啊 有不少的謎題喔就可以輕鬆的解開 接下來玩到的部分呢是惡靈古堡0這一代 惡靈古堡0其實當初我已經沒有在玩電動遊樂器 電視遊樂器這樣子的東西了 那個時候呢還是有看到雜誌在介紹惡靈古堡0這一款遊戲 記得沒有錯的話它應該是出在任天堂的GameCube主機上面喔 當初呢這一代就是可以兩個角色互相兌換 造成了一個還蠻大的話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之前的舊作啦 只有玩過一代二代三代 那這三代呢其實都是打了蠻多的金手指之類的東西去玩它 反正就是火箭炮啦無限單腰之類的好不好 常常在那個遊戲裡面去摧殘那些僵屍跟那些怪物們 那在之後的代數呢其實就沒有接觸過了 這一款惡靈古堡0呢在這次又移植回來到了Switch上面啦 其實也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體驗一下當初在兩個人合作的狀況之下呢 可以有什麼不一樣的解謎要素出現 在這邊呢也有稍微體驗了一下 惡靈古堡0這一代的遊戲 男主角跟女主角兩個人會有不太一樣的特性 像是女主角啊他會調製藥草啦 甚至是動作比較敏捷之類的吧 男主角呢他就是火力強大可以搬一些狀物 其實在玩啦如果遇到一些謎題喔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好解的話 也許換換其他的角色來使用的話 就會有很明顯的差距可以把這個謎題給解開 像是有一個地方呢我要去搬動一個開關 這時候呢女主角去搬動開關 他很容易就是因為力氣不夠 整個會鬆開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取下那個勾槍 這時候呢我就換了男主角也把他給跑過來這個場景喔 然後去輕鬆搬下那個開關 基本上呢男主角的力氣就是真的可以搭到 整個完全不動如山的方式把那個開關給搬好 讓女主角呢可以順利的把這一把勾槍給取下來 所以在遊戲裡面啊其實會常常需要切換到兩個角色的移動 甚至呢另外一個角色可能也要再幫另外一個角色去取得某一些東西 剛開始的劇情沒有多久的地方啊 女主角也會掉到一個密室裡面去 所謂的這個密室呢就是被鎖住沒有辦法出來沒有逃脫的地方 所以呢男主角就必須去找看看有沒有可以適合給女主角可以脫困的工具 然後呢藉由那個送餐的小通道來去把這樣子的工具送給他 在這邊其實工具是需要做交流的 鑰匙呢要從女生這邊把它丟給男生 然後呢男生再去取得東西之後呢 要再透過這個通道去把工具丟給女生來執行喔 才有辦法讓他順利脫逃這個小小的房間 這些設定呢感覺也是在惡靈古堡初代、二代、三代之下 感覺是看不到的元素 所以呢整體的解謎來說啦感覺會更加有趣一點 整個思考邏輯來講呢也可以更加豐富一點 惡靈古堡這款遊戲雖然名字聽起來蠻恐怖的 而且看畫面呢感覺也是有點恐怖 不過基本上喔像我們這種有一點年紀的人來看這樣子的遊戲 應該已經感受不太到他恐怖的樣子了 與其說它是一款很經典的恐怖遊戲 倒不如說它是一款氣氛營造很好的解謎遊戲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啦 好啦那今天的遊戲呢就先玩到這邊囉 好那稍微玩了一下這款惡靈古堡之後呢 來分享一下關於它的心得好了 首先是惡靈古堡一代 也就是我最有感覺的一代 其實它的地圖有點變化 所以整個在玩起來喔 哇會突然覺得好像又在玩一款新的遊戲 但是又不是全新的遊戲 就是有點像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好像熟悉又好像不太熟悉 因為它有一些畫面非常經典 所以在裡面看到 都會回想到我以前在玩惡靈古堡一代的感覺 這次惡靈古堡起源喔 它裡面還有惡靈古堡0在裡面 惡靈古堡0就是我真的沒有接觸過的 這次呢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好好的把它玩到破關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還是來看一下它的封面好了 首先那是它的封面中間這裡啊 就是0代跟1代的男女主角 那我覺得1代的男女主角其實看起來比較自私一點 雖然說它在起源的版本裡面啊 是可以換裝的 但是0代給我的感覺喔 還是比較活潑 男女主角來說那個反差比較大 整個活潑的程度也比較不一樣 當然可能跟它的遊戲設定 就是要來互相合作的這個遊戲設定喔 是有關係的 它的下面這邊呢有一個警告標語啦 但我個人真的覺得除非是年紀輕一點的 不然這個應該是不會覺得很恐怖才是 背面的部分呢有0代跟1代的遊戲畫面 下方有寫到它的取得1代的日期呢 那個序號的日期啦 從2019年的5月23到2021年的5月23 所以有2年的時間可以取得 基本上應該不會2年沒有取才對 再來它的必要容量有17GB 所以要檢查一下機卡的剩餘容量 這兩代的惡靈古堡 不管是在TV模式 平板模式還是掌機模式 都是只有支援自己一個人玩 一樣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再來裡面的部分呢 喔整個是有一點氣氛的感覺 然後有一張是序號卡 這個我下載過 所以大家看起來應該也沒有用 再來有一張這個是龍族教義 黑暗在靈的這個廣告值 再來呢卡就在這邊啦 基本上我覺得20古堡算是一個還不錯的題材 整個在玩起來呢 會營造出那種有一點緊張的感覺 然後呢會有一點解謎的要素在裡面 所以我個人真的覺得 20古堡是還蠻推薦的一個系列遊戲 也算是卡普空這家公司 所出品的遊戲裡面 水準算不錯的一個系列遊戲啦 所以在這邊真心推薦 如果有喜歡20古堡這系列玩家 或者是還沒有玩過20古堡系列的玩家呢 都可以來入手玩玩看 前提啦當然是不要那麼怕恐怖的東西 因為如果太怕恐怖的東西 玩起來心裡太緊張的話也不太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